看来这个一两年之内啊 这个宋关瑶的这个纺制是很难成功的啦 大家好 我是玉秀哥茶团老王 那今天呢 咱们来跟大家聊聊这个宋代关瑶 之前老王在聊这个辱词这个话题的时候 给大家在节目当中展示过一只宋代 官瑶的仿宋代官瑶的主人碑 当然有很多的茶友就很喜欢 因为他怎么说呢 比这个辱词看起来呢 更加郁润一些 那从此之后呢 老王就开始了这个和工匠师傅想这个仿制更好的 官瑶的这样的一个想法 但是做了差不多快两年 也没成功啊 桌上放的这些呢 都是老王自己这个养出来的一些残次品了 我们叫残次品 所以今天也只能用这些跟大家聊 虽然是不是完美品 有一些瑕疵 但是老王养出来的感觉 其实还是非常的漂亮的 这个今天其实也就想跟大家聊聊 这个有的时候这些有些工艺啊 真的不想想中这么简单 我们提到的这个宋代官瑶啊 这里呢 因为这个主要不是以这个指这个窑口 而是指这种工艺啊 它最有名的一个特点呢 就是子口铁胎啊 大家都知道就是说这属于青丝那种铁胎用的这种 这种这种啊产品 那其实他他的魅力到底是怎么样呢 可能只有上过手的 这个茶友啊 或者是玩家 才能真正体会到他的魅力 那么因为他这个这个烧制的难度 其实无非就是这么几点 第一点呢 就是这个铁胎的配比啊 铁胎的配方 那么铁胎配方 大家可以从我这里就能看出 其实呢 就是已经跟之前的这个视频当中的铁胎配方不太一样 这个是比较早期做的 这个是后期做的 那么铁胎配方实际有一特点 就是颜色发生 所谓的铁胎呢 就是他这个胎看起来像是生铁的感觉 那这个里头呢 肯定是因为矿物质嘛 含有很多 你在烧制的过程当中 可能会发生一些色变 那么烧完之后 它形成一种生铁的感觉 这个是需要把握的 第二个呢 就是像这种乳酌铁 它的胎 它的铁是非常厚的 所以可能要多次的上铁 那么这就造成了一个 在上铁的过程当中 可能会产生气泡啊 空洞啊 这极其重力产生这种问题 所以呢 这个 它的成功率就非常的低了 低到什么程度呢 可能一摇一百只 都出不了一只 真正的完美品 那不是所有 就是有气泡 但是呢 这个老王自己呢 养了一下呢 这个确实是有一些 还是挺有意思的 呃 其实老王在这里 想表达呢 就是说 呃 我们前人啊 这个 尤其古人 呃 他的一些审美啊 其实达到了非常高的高度 那这里面 很多的茶友都不明白 这个开片 呃 说这个卫生啊 其实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啊 这个 嗯 开片确实会 让一些茶字 滋进去啊 呃 但是呢 这个卫生的问题 实际上是 每个茶友 自己去 保持这个气局卫生的 那 举例来说 比如像紫茶壶 它有透气孔 那他也会 残留一些茶字 那你也需要 需要定时的清洁 所以 这个开片跟 这个卫生 嗯 其实是两个概念 第二个呢 就是说 武人对于开片的 这个 从今天我们来解释来说 实际上就是 呃 胎 在这个 胎和幼 在这个出炉之后 他的张力发生变化了 所以就形犯自然开片 那这个过程 真的是很奇妙 嗯 大家会发现 这个我们 在古代的时候 我们的审美 都会从一个繁花状态 向一个素贱状态前进 比如唐代的 我们看到很多 一些花纹三彩 到了宋代呢 基本上就是 单色幼了 那么开片 实际上是带来了 一个什么呢 第一个是让 它的纹理材质 丰富了 啊 它不只是一个颜色 它还有它的材质 第二个呢 是老王觉得 呃 细想起来 最有意思的一点 就是 呃 明明是一个手工统一做的 器型的东西 虽然在手工上来说 它每一个器型的器运 已经发生变化了 但是开片呢 是真正做到 用统一工艺 但是又出现 完全 全不统一的艺术效果的 这么一种手段 那这个真的是一个很有哲学观点的 这么一个 呃 这么一种工艺 所以我相信这个 当时的这个审美啊 已经是提升到了一个非常高的高度 才会对开片这种啊 就是同气不同运的这种感觉 做到了一种追求 然后第三个呢 就是它这个 我们所看到的这种呃 宋代官幼 它这个特点 它其实比 乳词啊 更像这个 玉的感觉 尤其是你养过它之后 你会发现它更像是 啊 玉的这种感觉 只不过就是说 从某种意义上来 它跟玉的区别呢 就在于它因为有开片 所以它其实文理细节上 比玉更有耐完的这种 这种过程 另外一个就是 我觉得这个 宋观瑶的这个 还有一个 很有意思的 这个感受啊 就是它在使用过程中的变化 比这个 乳词要多一些 就是它是从 呃 材质的颜色到质地 都会有一些变化 那看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是完全没有 使用过的 同意谣的 这是使用过的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它这个不只是 因为开片被养出来了 它的胎的颜色 也发生了变化 甚至是它的这个 右面的颜色 都发生了一些变化 那么 这个其实是一个 很有意思的过程 而且甚至是表面上的这种 郁润的感觉 颜色都发生了一些 微微的变化 那有的茶友就会说 这个颜色 怎么会发生变化呢 因为之前老王奇 接着聊过 像这类型的这个青磁 它表面看的颜色 实际上是胎的颜色 和右的颜色的 这个双重 这个合并影响的 也就是说 它这个右实际上 是有一定的 这个透光度的 那胎的颜色越深 右的颜色就会体现出来 你用的过程当中 你的胎的颜色 也会发生变化 所以它这个外面 也就变了 那么有一些 老王身边的茶友呢 也跟老王要去了一些 这个 他这个 这个所谓有微侠的 这个官乳 他们去养了一下 效果也很有意思 那么正好 接着这个快到新年了 老王也希望给 喜欢这个官窑 宋代官窑的茶友 一个福利 那么挑了一些 这个 瑕疵非常少 几乎是微侠的 这种官窑的杯子 这个如果有喜欢的茶友呢 可以给老王留言 这个我们基本上是以这种 这个加工的成本价 给发发给大家 感谢观看 欢迎订阅